在關心總統大選 近期的部分民調顯示 國民黨的侯友宜 支持度是調到了第三名 國民黨立委參選 羅志強就拋出 政黨輪替大聯盟 喊出誰當總統是次要問題 也被解讀是不支持侯友宜 羅志強是表示 是希望是透過第三方 整合支持政黨輪替的六成選票 會議說要一起努力 讓做不好的政黨下臺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十六號到桃園出席 陸軍官校校友會會員大會 還強調自己當過警大校長 軍警一家積極爭取軍系 申籃選票 不過近期有民調顯示侯友宜 支持度排第三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羅志強 恰好拋出政黨輪替大聯盟 喊出誰當總統是次要問題 被解讀是不支持侯友宜 羅志強表示 政黨輪替可能會因為票源分散 無法實現 整合支持政黨輪替的六成選票很重要 而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則到新竹參拜宮廟 跟基層博感情 對於羅志強的論述 輕描淡寫帶過 每個人為他的選情在努力 其實選舉還有七個月 就是每個人按照自己的步調去走 這樣就好了 政黨輪替大聯盟說 持續掀起波瀾 有外界解讀是棄保侯友宜 跟藍營小雞跳船 藍營小雞們非常焦慮 甚至不認為侯友宜是最強的母雞 藍營小雞們只好雖然過世命 最好還是由兩位總統候選人 或者是黨對黨的成績 來進行洽談最高的戰略是什麼 而身為小雞就配合這個最高的戰略 游淑慧也拋出藍白在區域立委選站 可以有合作空間 總統立委大選 藍綠白各自佈局要搶公選票 記者綜合報導